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第四阶段进阶实验的学习 在我们的上一个课 我们的第九课 给大家讲了我们的第一个传感器 也就是我们的温度传感器DHT11 同时它也是一个湿度传感器 通过这个传感器的学习 我们知道了我们如何通过单种线接口 对DHT11进行一个编程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我们的第十课 我们将学习我们的光线传感器 与我们的ADC接口 因为我们这个光线传感器 它与我们这个MCU的通信 是通过我们这个ADC接口来实现的 通过我们这个光线传感器 我们可以检测我们这个外界光线的强与弱 从而可以判断出外界光线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数值 好 我们的这个课将给大家分成三个小节来讲 第一个小节想给大家讲 我们这个传感器的一个理论基础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ADC 与光线传感器实验的理论基础 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个实验代码的分析实现 运行演示 我们开始我们第一个小节的讲解 好在上节一个 好在我们的第九课呢 虽然给大家讲了我们的第一个传感器 但是对这个传感器的总体呢 我们没有给大家做一个总体上的一个介绍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 我们的第十课呢 就将开始呢 就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 从总体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传感器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要讲这个理论基础呢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这个物联网里面啊 我们这个传感器呢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物联网终端的这个感觉器官 这个感觉器官呢 实际上就是对我们所有的这些 外界的这些模拟信号呢 都要通过我们的传感器进行一个采样 这样的物联网呢 才能感知到我们这个外界的物 或者是人的一些状态 因此呢 这个传感器对我们这个物联网来说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这里面专门把我们这个传感器呢 拿一个小节 也就是我们的嵌入式开发 必知会之期的第七个小课 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好首先呢 想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五个知识点啊 首先呢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传感器的功能 以及我们常见的一些传感器 好那我们这个传感器 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实际上呢我们的传感器 它最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外界的一些模拟信号 好我们的模拟信号 转换成了我们的 可以被我们这个mcu 识别的一些 数字信号 把它转换成我们的数字信号 或者呢 把这些外部的模拟信号转换成一些电频信号 比如说我们这个电压 或者是电流 好这些信号 然后这些信号呢 被我们数字化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mcu 对这些信号呢 进行一些数字化的一些处理 可以对它进行采样 进行读取 然后我们这个我们是人呢 就可以把这些模拟信号进行一些数字化的一些量化 从那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外界 我们得到外界我们外界信息的外界的一些信息 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哪些常见的一些传感器 我们实际上可以把我们这个传感器呢 就和我们这个人类的这个五官 我们人类的感觉器官 我们可以做一个内比 比如说我们人有眼睛 那么我们就相对应的 我们就对光线进行处理的传感器 那么我们人有味觉 或者是有嗅觉以及触觉呢 那么对应的呢 也就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传感器 好这里面呢 我们按这个 我们人类的五大感觉器官呢 好我们对这个传感器呢 进行一个大概的一个分类 做一个介绍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 假设我们人的眼睛啊 就是我们的视觉 对应的视觉 那么就有我们的光明传感器 光明传感器 好实际上这个光明传感器呢 也分了很多种 像我们我们这个第十课 要给大家讲的 我们这个光明传感器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最最简单的一个光明传感器 它呢只能检测到我们这个 外界光线的一个强与弱 好 然后实际上还有更复杂一点的 光明传感器 比如说我们这个 红外线的这个传感器 好我们这个电视遥控器 我们上面有红外线 可以发出我们这个红外线 对电视呢 进行一些遥控 那么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光明传感器 然后还有我们的 在我们的电视端的接收端呢 就是有一个对红外线的一个光明传感器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摄像头 我们最常见的 我们的摄像头 我们这个摄像头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 比较复杂一点的这个光明传感器 它呢可以检测到外界的一些动态 或者是静态的一些图像 并且呢追踪把它数字化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手机啊 或者是我们的摄像机上 对我们的这个信号 进行一些处理 好光明 这个对视觉呢 就是我们的光明传感器 那对于我们这个 对于我们的听觉呢 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命传感器 把生命传感器 我们这个生命传感器呢 实际上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收音机 也就是我们这个话筒 我们这个话筒呢 可以采集我们的声音 最终把我们这个声音呢 变成我们的这些数字信号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频信号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高低电频 把我们的声音变成电频信号 最后呢 传递到我们的这个PC上 通过我们的声卡 对我们这些声音呢 进行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处理 那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传感器 然后对应到我们的嗅觉呢 好我们就有我们的器皿传感器 我们这个器皿传感器呢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 我们常见的啊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应用比较广泛的 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个 对我们的外界这个空气质量进行检测 比如说我们的PM2.5呢 进行检测的一些传感器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传感器 这个呢 下来大家可以具体再摆入一下 对应到我们的味觉呢 也有我们的传感器 我们叫做化学传感器 化学传感器 好通过这个化学传感器呢 其实我们可以检测到很多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水质啊 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做化学实验 它内部的它的一些东西的一些状态 我们这个化学品的一些状态 都可以检测出来 好对应到我们的 好对应到我们的触觉呢 好我们又有我们的压敏传感器 压敏传感器呢 主要就可以检测我们这个压力值 还有我们的温敏 啊温敏 也就是我们第九课给大家讲的 我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温敏传感器 然后还有我们的流体传感器 流体传感器 流体传感器呢 可以检测到比如说我们这个流量 比如说我们这个天然气气体的流量 以及呢我们这个水的流量 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检测 好我们 实际上我们对应到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器官呢 就可以把传感器做一个内秘 那么我们可以把传感器分成以下五种 比较常见的一些传感器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传感器还有其他的一些分类 比如说我们都通过分成物理类 化学类或者生物类 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其他的一些分类 好我们这里面呢 就不给大家进行一个过多的一个讲解 大家下来呢可以摆录一下 好我们 继续我们这个第二个知识点的讲解 也就是我们这个传感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组成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传感器呢 实际上可以分成以下三个部分 好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敏感原件 我们把它叫做敏感原件 通过这个敏感原件呢 我们可以直接去检测我们这个外界的这些模拟信号 并且呢会输出一个被我们测量的这个信号 乘一个某一个物理关系的一个量 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量呢 进行一个输出 会输出到我们这个转换原件里面去 好也就是我们传感器的第二个部分 转换原件 实际上我们的转换原件呢 就会把我们这个敏感原件 好我们这个检测到的这些一些物理量呢 进行一个转换 转换成我们的这个电路参数 电路上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们这个电压或者是电流 这些信息 好我们把这些电路参数呢 最后就通过我们的这个 转换电路 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转换 转换电路 我们这个转换电路呢 就会把我们这些电路参数呢 转换成我们的一些数字量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信号 进行一些输出 好实际上呢 我们更简单一点的传感器呢 就只有敏感原件和我们这个转换原件 好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要讲的我们这个光线传感器呢 它就只有敏感原件和转换原件 它最终呢会输出一个电压值 那么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MCO上面的这些 ADC呀 这些模拟数字信号的转换器 对这些电压值呢进行一个采样 最终呢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光线的一个强度 然后我们这个传感器主要就是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敏感原件转换原件以及转换电路 好 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传感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原理 实际上刚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传感器的组成的时候呢 就顺便把这个传感器的工作原理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讲解 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敏感原件 以及我们这个转换原件 还有我们的这个转换电路进行配合工作 最终呢可以把我们这个模拟量转换成一个数字量 进行一个输出 好 这边呢具体就不给大家讲了 然后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传感器的一个编程接口 好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主要就应该 主要去关心的一些内容 我们我们刚才给大家讲我们这个传感器的功能 以及我们这个传感器的组成的时候呢 实际上通过这个功能以及组成呢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编成接口呢分为两个大内啊 实际上一个就是我们的接口呢 就是模拟接口我们把它叫做模拟接口 还有一种呢我们把它叫做数字接口 实际上我们这个模拟接口呢 我们这个模拟接口呢我们就要对这些电压和电流呢 实际上进行一个检测 好那么我们我们这个MCU是如何去检测这些电压或者电流的呢 实际上通过我们这个ADC接口 我们这个ADC接口对它通过这个ADC接口对它进行检测 实际上我们这个ADC接口呢我们就从这个英文上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就是模拟的意思 好这个第一呢是数字的意思 谁就是转换器 就是这个模拟到数字量的一个转换器 好通过这个接口呢我们可以读取我们这个电压电压信息 我们可以把这个电压信息呢进行一个数字化 我们可以得到我们这个电压具体有多大 然后通过一些公式呢 就通过这个电压值就可以计算出我们的这些模拟量的一些值 这个具体的这个ADC接口呢我们在我们这个第十课呢 就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好然后就是我们的数字接口 实际上我们这个数字接口呢 我们在我们给大家讲第一个传感器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单种线接口 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数字接口 比如说最简单的呢就是一个单种线接口 还有其他的接口呢 比如说我们的iPhone C接口 我们的SPI接口 甚至呢我们的有些传感信息呢 它会直接输出通过这个USB接口 通过我们这个USB接口 把我们这个信号呢进行一个输出 好这个USB接口呢实际上最常见的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电容式的触摸屏 它就支持我们的USB接口 因为他们的这些我们周的一些手势操作可能会比较复杂 可能它传输的通信的信息量呢会比较大 而且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所以说呢就有USB接口 还有常见的呢就是有我们的串口 好我们有时候呢也会通过串口 直接把我们这个采样以后转换成的数字信号呢进行一个输出 好我们的串口 好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常见的一些传感器 然后我就是我现在手上有的一些传感器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这呢我先把这个视频的已经打开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课程要讲的这个光明传感器 好大家看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小玩意儿啊 在这个开板的这个位置 有个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它实际上呢它很简单 感觉就像一个像一个LED灯一样啊 它实际上它表面就可以接收一些光线的一些照射啊 通过这些光线呢 照射呢就可以检测出一些光线的一些强度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光明的传感器 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位置 这呢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红外线的一个传感器 通过这个传感器呢我们可以 接收我们的一些红外线的一些信号 然后就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红外线的遥控器呢 对我们这个红外线的信号呢 发射以后呢我们接收到 就可以对红外线呢进行一个编程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传感器啊 实际上传感器的这个形式呢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传感器呢它就只是一个芯片 大家看我这放了一个模块在这 好看一下啊 像这儿呢有的传感器呢它就是一个芯片 比如说像这个传感器 它是一个模块啊 它的核心部分呢就这么一个芯片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MEMOS的运动传感器 它里面呢就有激布器有陀螺仪啊 然后有加速度传感器有陀螺仪就是这些东西 可以检测我们这些一个轨迹运动的轨迹 以及我们这个角度检测我们的角速度 以及我们的加速度啊 它就是一个芯片 然后呢你像像这个传感器啊 这个传感器表达了啊 大家看像这个传感器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叫做接近传感器 就是我们人走近以后呢 它可以检测到我们这个人是否靠近我们这个传感器 如果靠近的话呢它就会进行一个输出 好这个就比较大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它叫MQ-2 它呢是一个烟雾传感器 它可以检测到我们这个烟雾的浓度 好我们这个空气里面我们这个烟雾的浓度 因此我们常见的一些我们的这个烟雾包紧器呢 它内部就可以使用这么一个烟雾传感器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我们的这个 这个呢就是我们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好它它也是集成了我们的这个具体的检测温湿度的 这个检测温湿度的这个敏感单元件 以及呢我们最终的一个转换电路 也就是它内部呢也带了我们一个MC小的一个单片机 通过这个小单片机呢 直接可以把这个温度值呢通过我们这个单总线接口进行一个输出 好这个就是复杂一点的传感器 然后还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小一点的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DS18B20 它呢就是一个温度传感器 但是它检测的精度呢 要比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这个DHT11的精度要高 它呢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单总线进行一个输出 那它虽然个子比较小啊 它身材比较小 但它的功能呢实际上也不少 好它可以检测温度 并且它的精度呢会更高一些 好我们这个视频的这个演示呢就到这 好我们我们今天这个小节呢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 嵌入式开发必识会之期 我们常见的我们这个物联网的这个传感器的一个理论基础 好大家下来呢如果有不清楚呢可以跟老师来交流一下 或者呢像百度可以百度去看一下 好我们更多的关于我们这个传感器的内容 好我们课程呢先到这儿 谢谢大家